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说左手包包子实在太难了 到底该怎样练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左手捏包子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首先咱们看一下昨天做的冰淇淋 这是已经冻了一夜 所以说它是硬质的,也就是雪糕 如果冻三到四个小时的话 它就是比较软的一个状态 用勺子瓦的吃也可以 口感比市面上卖的雪糕更顺滑,更好吃 唯一的缺点就是甜度差一点 所以说咱们做的时候可以多加一点点糖 之所以在前面说一下 是因为有朋友不相信咱们做好之后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 简单说一下 左手捏包子的方向和右手刚好是相反 逆向的 捏褶的时候呢,方法还是一样的 咱们这个手指呢,稍微斜一点 然后拇指不要往里面伸太多 伸太多的话里面太宽 咱们捏出来的褶就不好看 收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不要太快 跨度也不要过大 最后收口这个地方也是跨过去给它捏住就可以了 因为我也不擅长用左手 所以说捏出来的整体效果呢,还是有点欠缺 如果是惯用左手的朋友,捏起来一定会比这个好看 咱们再来一遍 咱们放这个面皮的时候跟右手是一样的 直接把它放在右手的中心 像这样给它弄出个窝 然后提低折,就像这样 咱们这个右手呢,可以保持不动 只是咱们再按那一下 一定要皮竖起来 这样咱们就不用动 假如咱们面皮放的是平的 捏出来之后呢,这个口会更大 样子呢,会更难看 这也没有 所以咱们左手练习捏包子 放在右手上呢,一定要把它这个形状给它按出来 让两边的皮往上翘一点 这样咱们捏的时候,只是左手在动 右手是不动的 大家仔细看 咱们在捏之前,这个按着一下 是让这个皮呢,稍微翘一点 这样咱们左手捏的时候呢,就比较顺 左手的食指和拇指和右手刚好相反 右手是稍微竖一点 这个呢,是稍微斜一点点 不能斜太多 然后捏皮的时候,不要捏得过多 也不要跨度过大 这样捏出来之后,褶皱呢,会比较明显 如果说捏得跨度过大,捏得太深 这个边上呢,这个褶皱就出不来 大家可以看,整体的效果呢 虽然说不是特别美 但是呢,还是可以 总之,咱们不管是左手捏还是右手捏 每次在捏的时候,都不要太快 既然是练习呢,就要慢慢来 只要捏熟练了,不管怎样去捏都是好看的 大家可以看,这是我捏的第五个左手包子 但整体效果呢,也不是特别差 稍微多加练习,肯定会比这个要好一点 但是我的惯用手呢,是右手 所以说,还是右手来捏比较顺 一惯用左手的朋友,一般都是比较聪明的 相信大家能够一练就会 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左手捏包子的面尽量不要活得太软 稍微偏硬一点,咱们捏出来的褶会更明显 效果会更好 如果说太软的话,这个皮就没褶了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